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動物森友會 這是我第三天打開這個遊戲 那今天會有什麼樣的新聞呢? 今天富達會成為Apps Gaga島上的一份子 對生態信頭有興趣 所以搬過來這裡 一個新的居民 那我們來去拜訪他 咕嚕嚕姓慧 他是富達 他想要在這個島上建立一個博物館 他說要15種展品希望能夠捐贈 要是發現新品種的蟲子或魚 務必拿過來 他會只要把島上搜集到木材加工一下 會變成長長的撐竿跳竿子 就可以跳到河川對面了 然後還有鏟子 把這兩個DIY的方程師給我了 所以我一直想要鏟子 還有可以到對岸的一個撐竿跳的竿子 現在我都有了 來做一下 那我就來把鏟子做出來 終於有鏟子了 你來製作撐竿跳的竿子 所以我終於能夠過河了 那像這樣子喔 這邊有個破洞的感覺喔 這邊就有化石 我來挖一下 這邊 這樣就挖到了化石 這邊又有一個 這邊又有 挖一下 我先讓我帶一條魚 不曉得牠要不要 捐贈黃鱸魚 那我還要捐贈這個 竹甲魚 還要捐蝶魚 來捐贈一個 鯉魚 來捐贈一個黑鱸魚 我們來捐贈一下海天使 來捐贈粉蝶 來捐贈一個白粉蝶 捐贈化石 捐贈尼丘 捐贈飛鵝 捐一個蝌蚪 來捐一個蜈蚣 我剛抓到了 接下來捐贈化石 還要捐贈另外一個化石 糞化石 捐贈15樣東西以後 就會觸發一個劇情 就可以實現世界社博物館的目標 現在本來只是一個帳篷 現在可以變成真的博物館 欸 我發現一個鳥欸 牠叫旅遊 欸 醒來了 我的愛人靠過來一點 什麼 你是哪位 牠是一個水手 沒錯 救了你 Oh my gosh 我是怎麼回事 既然對我的救命人 也如此無理 請原諒我 現在腦子裡一片混亂 自己不小心從船上掉進了海裡 最寶貝的通訊裝置竟然壞掉了 幫他找通訊裝置零件 我幫你找 有時候沙灘會有一些蛤蜊在吐沙 看到這邊這個 就挖它 這樣就可以找到 剛才那個鳥 離世的零件 這樣 要找五個零件 我現在找到第二個 找到第三個 這邊 第四個 找到第五個 我們找到五個零件以後 我們就去找這個 鳥講話 找到了 找到了 very very sex 這樣就可以修好通訊裝置了 他要送我一份謝禮 真的是很Thank you 我跟豆里講話一下 他有件事想跟我商量 好啊 他要新建商店 所以要收集 樹木或岩石拿到的材料 帶給他 可以 要木材 硬木材 軟木材 各三十根 還要三十顆鐵礦石 OK的 好啊 在離端心這邊可以 選擇 兌換NUC禮樹 可以賣了 在旅樹旅行券 可以買我的設計專業版 可以買道具不再亂糟糟收藏環 也可以買口袋整理技巧 那我來買個口袋整理技巧 如果你在這邊買口袋整理技巧的話 這樣子你的包包就可以多塞一點東西了 所以你買了這個以後 你就有第三列可以收集 東西 那如果你買這個道具不再亂糟糟收藏環的話 你就可以學會更簡單手持物品的技巧 外出只要按上下左右鍵的上鍵 就可以使用收藏環 像比方說我現在按上鍵 我就可以很簡單的 選這些 要用的物品 這邊還可以買這個 平常就能用道具方程式 這樣我就有一些DIY的方程式可以用 比方說新的鏟子 還有比較好的釣竿這些東西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個地方 我打算做一些新的家具 然後來布置我的新家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